齊天大聖堂 我閘著板彈 我騎不住 大聖野道玉帝 你也要借名 所謂皇帝鄰屋做今年度我家 今天我齊天大聖輸不空要做玉帝 誰有本事就來坐這個位置 曾幾何時就是這個老爺把老孫頭冠摺下 用人抓我出去搶的 罪孽深重, 胡作非為 我一定不會搖輸你的 嚇死, 很害怕… 我害怕…老孫說過了 誰抓得住我的就隨便動手 誰 孫公, 虎海無邊回頭是岸 你幼作業 你是誰 誰有甚麼法力膽敢跟我大聖野鬥 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茂利 專者南無阿彌陀佛 孫悟 玉帝的位置不是每個人隨便坐的 是嗎 我沒有隨便坐的 三計之足五行之內 誰救我老孫打 我已經練成長生不露之術 金剛不懷之身 金睛火眼 窮到差異變 為甚麼我不可以做玉帝 玉帝 玉帝自由修詞 經一千七百五十劫 每劫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玉帝經這麼多時才坐得個位 玉帝 孫悟 我問你何德何能 我不管 總之誰法力高強是誰做玉帝 你真是認為你至高無上法力高強嗎 當然了 不然怎麼做齊天大勝 老孫一個金斗 雲十萬八千里 朱天臣非得望塵望求 好呀 那我給你打個賭 如果這個金斗 能夠翻出右手手掌之外 玉帝的位置我拱手相讓 來呀 你說的 你那種纖纖玉手 康圓不及兩仗 老孫會飛不出 開玩笑嗎 不過寶座那玉帝之文 你能不能說一次 說到一次 不過你輸了就要任由我處置 不可能 老孫從來都沒輸過 你抹著玉帝的寶座 讓大勝野回來 錯了 齊天大勝萬歲 嘔吳 吳翁他信心十足 話口未完就一聲飛了 眨眼睛就已經飛出了 三十三天天外天 以為有流星 看來這裡就是天界的盡頭 還有五條金柱 來就來了 但怎麼證明呢 不怕 五公他肯定是有辦法 齊天大勝 到此一游 五公的書法也是一般的 不過凌空寫字是差不多了 五公 你幹什麼 我原來猴也有三急 怎麼回事 娛樂佛祖 你輸了 我已經飛到天界盡頭 還繞到他的圈子回來 算不好了 你的筋斗根本沒有走出我手掌之外 早就知道你那貓了 屁 幸好老村早就做定了記號 不信就跟我一起看看 本來我不起筋斗雲飛 晚點等你 不用去了 你轉眼睛睜大眼睛睜一下 齊天大勝到此一遊 不可能 你低頭聞一下 我手指上還有你這隻妖猴的臭臭味 不可能 我明明把你自己寫在石柱上 不信 我回去看看 不必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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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公犯下離天大罪 而我要莫大法力 押你換子山下 當你災悶之日 自然會有人救你 你好自為之 不要呀 如論佛祖 不要呀 我真的知道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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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道錯了